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不论西医给予检查结果何种病情 病因 病名 不过都是聚果的不同特征 加以分析 定义 命名已含在果中 欲因无赦 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只需通过观察患者症状 以医疗保健之源从因处理 就可解除踏出体伤与患出体伤所致之症状 乃至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及组织受损 由于你及患者理论观念还不轻 建议先到官网 重复学习最新原始点理论及手法 若能自己帮助患者 调理更好 如若不能 可寻求就近公益点协助 最新理论 按推手法 按理参考 见动人 按理 这个又是西医检查完 所谓的运动神经元疾病 他一定有症状去检查 但他又说他现在没有什么症状 生活还可以治理 还能走动 还能走动不代表他完全没有问题 还能走动就是 人家是正常的走动 很灵活 但是你走动行动变此坊无力了 那当然还能走动 但在这个原始点里面就已经看出 这个马上就只要有这一下 就是属于重病了 所以我不会用西医的病名 因为那个等于又是一个病名 如果他没有症状 那这个病名也是一个 属于衰老败坏的一个现象而已 而不能说是什么病 那西医竟然以病名 然后来认为这个是可以治疗 或要放弃 这个有一点走向比较极端 在我看那身体不坏就是表现这个 那西医为什么会这样 理由很简单 西医他们是从活治病 然后重医疗而亲保健 简单讲他们不承认保健 有什么治疗功效 但这一个恰恰保健 刚好能治疗重病 重病就是要用保健的方法 原始点一直强调 那个到了重病都是严重热能不足 那热能不足你要补充热源 一定要外内热源 甚至还要鼓励运动 心情 充分休息 这个都是保健方法 都是改善热能不足 只有这样的方法 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那西医反而我刚刚提的这些 他们都不要 他们是重视医疗的方式 那医疗是解决不了热能的问题 所以他们要治疗也不是 治疗也治不出来 那只好放弃 因为这个方法只有用保健的方法 那保健的方法 在中医或原始点当然都有 中医比如说一针二揪三用药 灸跟药就是外内热源 只有外内热源才能改善热能不足 才对疾病有效 那原始点更直接了 就是他的热源应用的更广泛 甚至直接涂大面积的姜粉明 然后还有配合要按推 然后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强调 尤其这样的患者一定要运动 只要他能做到 我认为这个应该目前来看 还不难处理 所以提问者 不用因为这个病名就打败 没有这个病名没有什么 反正身体上出现的不外 就是老跟病 他不管老跟病 你要阻止这个继续的沉沦下去 身体继续的败坏下去 你要阻止他 唯一的办法就是 你要懂得补充热源 然后还要运动 情绪的调整 只要愿意做 身体就能恢复 不是像西医讲的 好像没有方法 西医之所以没有方法 我刚刚已经讲 西医没有保健方法 所以对于这种重病患者的一些症状 他们也是束手无策 这个我也能理解 那这个恰恰是原始点最擅长之处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